我們看一下策體喔 他說這邊一個圓和直線交AB2點 求線段AB2長度怎麼算 來麻煩養成一個習慣喔 看到一個圓麻煩不由自主 先把圓心半徑找到 好不好這什麼事 一般是先找出再找一再找幾 F這樣行不行 告訴圓心是幾 把這除1除2加負號負1 2半徑內2分更號 除平方加1平方減幾 4F 4加1620 減掉負80加80是幾 100 100開個號10乘3 2分之1475 所以說麻煩先把圓心半徑找到 行不行 找到之後這時候你畫出來理解好不好 換句話說這時候老師可以畫一個圓出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齁 這個圓的圓心是幾 負1 2 這樣行不行 好 今天題目說有一條直線 和這圓交AB2點 所以老師可以很大膽知道 這條直線畫過去 和這圓交A點交B點 懂得看 因為題目說的嘛 直接交這AB2點 行不行 麻煩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把這段線段AB的長度算出來 這樣可不可以齁 怎麼算 麻煩你一件事情齁 只要看到圓和直線 好不好 麻煩你看到圓和直線 麻煩你不由自主的先把圓心到直線 這段點線距離算出來 因為點線距離是怎樣 垂直的嘛 所以說麻煩你先把圓心到直線 這段點線距離算出來 點線距離怎麼算 根號A平凡 3平凡 9 加3 B平凡 12平凡 16 所以根號A平凡 加B平凡 分枝絕對值 把S用負一代 Y用二代 負3 加8 加15 算出來是起 5分17 20 可見這段長度是起 4 行不行 好 算出這段長度之後 欸 老師頂部要求AB 對對對 你觀察一下 這時候老師把這邊連起來 告訴我這邊長度是誰 半徑 半徑四級 5 這樣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下 這是一塊什麼上角形 直角三角形 這樣可不可以 我去假設這邊長度是起 AKS好不好 所以說老師想一想來 直角上角形滿數什麼定理 B師定理 多少 45 3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AK是起 3 那現段 AB是起 S 2AK 所以說算出來會是起 6 這樣可不可以 幫他看一下